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搶救食安》特別報導 那麼事實上 食品安全已經形成一個大風暴了 那麼TBS從昨天開始 推出這樣的特別報導 為您一起來監督 甄扁政府的施政 到底我們民眾 何時能夠得到食的安全 那麼事實上 台灣過去稱為食品王國 包括我們台灣人自己 甚至很多國際人士 都說台灣的東西 真的是好吃 夜市小吃或者是宴席大菜 事實上都非常可口美味 而且也相當安全 不過從最近這四五年來 事實上食品王國 好像慢慢慢慢要改寫成 另外一個食品王國 哪一個王呢 滅亡的王 怎麼說 從最早的三聚親安 我們還可以怪是大陸來的原料 但之後的瘦肉精 那麼也是來自最近的 這個米的問題 油的問題 都是台灣人自己惹出來的 因此而且中間充分的看到政府 實在是太消極 太怠惰了 也因此改成了食品王國 滅亡的王 我們邀請了各方來賓 那麼特別是有代表消費者的 也有各方的專家們 來好好地探討這個問題 那麼首先我們來歡迎 名嘴 同樣也是家庭主婦的代表 我們來歡迎楊月娥 月娥姐 大家好 我是阿娥 再來是文化大學教授邱毅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資深媒體人林潮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兩位專家 首先是長庚醫院的 市場科專科醫師 顏宗海研醫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專家 蕭基會的前董事長 也是董事 顏蘇錦翔 蘇董事長 主持人 各位大家好 好 那麼事實上 我剛剛說食品王國 要改寫成另外一個王 實在讓人家非常非常感慨 而且最近的更讓人驚爆 今天有兩個焦點 第一個 很多學校都淪陷了 那麼很多學校淪陷了之後 很可能他們未來會 有面臨了不孕症的危機 很多小朋友不孕症的話 那根本不是一個 食品安全風暴而已 那根本就是一個國安問題 另外一個從食用油的問題 擴及到很多很多產品 因為我們昨天的特報 是一再向大家強調 這次的問題比米 比魚 比肉 都要嚴重 是因為任何東西幾乎都要用油 所以我們通通改成去水煮 通通改成用蒸的 用油這麼普遍的情況下 不管你是吃素吃荷的 通通要用油的情況下 今天從食用油擴及到種種產品 那麼在在場我們有看到了 有蛋捲 有湯圓 可能還會連環爆 越爆越多 那麼食安的問題如此嚴重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為您深入探討 大衛王挑戰賽 GO 歡迎回到搶救食安特別報導 那麼今天的首要的焦點 從大統的油的問題 那麼擴及到全國有100多所學校 最新的發展 我們來看這次的報導 聽到黑心油 小學生也好害怕 只要要吃進肚裡的 都要先考慮一下 薯條 鹹酥雞 今天都不能吃了 人不吃就不要吃了 但營養午餐每天都要吃 北市有學校等不及教育部查驗 乾脆自己先追查食用油來源 早上凌晨五點的時候 我們到兩家的一個供應廠商 這邊去做一個突襲的一個檢查 結果都沒有使用到 來到工廠看到角落一桶桶的食用油 不是大桶也不是副衛箱 終於鬆一口氣 但是教育部可就繃緊神經 22號進行大型機查 發現22個縣市中 有11個縣市使用過大桶食用油 包括119間學校廚房 外加4間外食團散 一共123所學校受到影響 其中苗栗縣受到影響最多 一共有26間學校使用過大桶的食用油 而台北市的食材登陸網站上 更是新增加了原本沒有公開的調味料履歷 目的就是要讓民眾更容易追踪食用油來源 但相關單位回溯資料之後發現 雖然台北市194家登陸的中小學 沒有使用過大桶食用油 但是已經有30家使用過副衛箱 而新北市也因為有學校淪陷 市長朱立倫特別跳出來說話 對民眾來講這是最關心的 也是最厭惡這樣子 最痛恨這樣子的黑心食品 尤其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任何的弊端 或者是有沒有任何的包庇 我們都希望能夠徹查到底 團善油難管理 雖然政府網站有登陸 教育部也進行大型追查 但如果廠商不做好自我把關 查起起來恐怕處處都是實案漏洞 TVB新聞 文件和旅立台北報導 好的 如今這個事件事上 擴解廠商不只是大桶 不過大桶才被證實的確是黑心 其他都還在調查當中 那麼大桶之所以黑心 所以它明明知道 這個免子油不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它放進去了 那免子油裡面 我們昨天也特別談到 它所含的棉酚 會影響人類的生殖的機能 我們再來講一下大桶 好 大桶黑心油 那麼全台11個縣市 全台灣二級的縣市 一半以上都淪陷 有總共100多所學校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 今天有多少家長人心惶惶 那麼它的嚴重性 就是我們剛剛所謂的不孕 那麼另外事實上 我們除了學校之外 還有部隊 部隊全國20萬的官兵 也都受到影響 那麼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是因為團膳也好 營養午餐也好 畢竟它的這個給的金額不會太高 因為它必須讓大家能夠負擔得起 所以它給的金額不太高的情況下 一般的學校預算都不多 所以會使用比較廉價的這樣的油 大桶是成為首選 事實上大桶據我們了解 就是在這種團體團膳裡面的第一品牌 所以因此會這麼嚴重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它會造成絕育 絕育就影響我們人類生殖技能 以一般成年人來說 我們成年人是算大概30公斤以上 大概就國中以上就算了 一天如果吃15cc 好了15cc要怎麼算呢 我們算過一般的一個便當盒 差不多就是7.5cc 就是說我們吃的菜要油 吃的炸根本不用說炸的東西要油 其他所煮的幾乎都要用油去烹調 所以一個便當7.5cc 所以一天吃正好兩個便當剛剛好 一天吃15cc 這樣一個成年人若吃一年 我們現在外食族這麼多 在場很多人都是外食族 吃一年的話九成會絕育 好 而且嚴重的是 它有很高的不可逆轉性 什麼叫不可逆轉性 就是你停吃了之後 它這個危害還是在 並不是說不吃了就沒事了 所以這多麼多麼嚴重 多麼的黑心 好 更嚴重的是我們的小孩子 他一天只要吃7.5cc 因為他大概15公斤以下 吃7.5cc我覺得 隨便吃一餐就7.5cc了 只要吃到半年 一輩子就絕育這麼可怕的事情 難怪我們的家長真的是嚇壞了 所以我們現場特別請教了 顏醫師 我們這個數據 當然從報紙裡面得來 你先跟我們說明一下 是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真的如果現在有人吃了 對 我想那是其中一個研究而已 就是說 首先應該跟大報告就是說 棉子油它本身是沒問題的 棉子油如果有精煉過 把棉分拿掉 是合法的食用油 很多國家都在用 包括中國大陸 印度也用滿多 東南亞也用滿多 所以棉子油本身有精煉過 把毒素拿掉是合法可以用 我們也不要說聽到棉子油就覺得它是不好的 對 但現在大統的問題在於大家是 因為大統就是為了省錢 才去用棉子油 那他也很可能為了省錢不去做精煉 對 就合理懷疑 對 就是我們也是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我們很擔心 就是說 就是不需要商家 他為了要節省成本 所以他用棉子油混在高級油當中 他為了省成本 他可能那個精煉過程也不標準 精煉的話 我們有那個我們要精煉 要漂白 要除臭 那些味道都很標準 而且你那個步驟要很標準 才能把棉分的殘餘量減到最低 所以才能夠加進去 所以我們很擔心說 商家化他為了省成本化 他可能精煉過程也不標準 搞不好殘餘量更多 到底有沒有可能像這個報導說 會那麼嚴重 就是說我們就 這是一個研究報告來的 應該說這是其中一個研究報告 我們可以參考 不過其實 不過棉分無論是數據這麼嚴重 它的確會影響人的生殖機能 對 對 然後聽說連神經 或者是肝腎都會影響 對 就是說在早期的 在大陸的一個研究報告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棉分它有生殖毒性 早期剛開始把 有些國家像大陸 非洲或巴西 有些醫生把棉分當男性不應邀 剛開始我們都覺得 這觀念很好 很公平 女生要避孕吃 男生也可以吃 可是大家後來注意到說 棉分的生殖毒性 它減少精子的數目 讓精子活動力降低 然後往往這是不可逆 萬一這個男生這樣要生小朋友 停掉後也是不可逆的 所以在1998年 世界衛生組織它就說了 其實我們不應該把棉分 純的棉分當作避孕藥 而且對女生也會影響 它引起近期的混亂都會 所以說棉分的話 這是很不好的東西 還有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其實在動物實驗 就只有動物實驗 曾經有人說 在實驗室當中 給老鼠吃純的棉分大量的 也是可以看到 老鼠會呼吸困難 會實意不振 甚至肝臟衰竭 腎臟衰竭 甚至死亡都會 所以棉分 純的棉分 其實是一個毒性 不管對動物實驗 我們很好驗證是個毒藥 可是流行病學的話 其實因為這種不好 建立因果關係 對 所以這個 剛剛研醫師特別講說 事實上棉子油 不是說絕對不能用 也有國家在用 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先進國家都不用 美國 日本 歐洲都不用 所以他們的確認識到這樣的風險 台灣是不是應該趕快 因為棉子油是一個 價格非常低廉的 也就是所謂的廉價油 棉子油現在大概也不要譚腐色變 因為市場有區隔 有高價 有中低價的市場區隔 所以棉子油重點在哪裡 就研醫師講的這個重點講到了 也就是說棉子油如果經過了 脫酸 脫膠 脫色的 一個精煉的程序以後 他就去掉了裡面 剛才講到有生殖毒性的棉分 就去掉了 去掉了以後 棉子油其實是無害的 好 現在問題在哪 在於大統這家黑心公司 他本身沒有精煉設備 因為棉子油去棉分的程序 他的成本是高的 他的精煉成本是高的 他的進貨的原料成本是低的 所以這個老闆 這個高正利 他根本就不是說 我今天要把這個棉子油 把它變成精煉棉子油 或者純化的棉子油 他本身就是要拿這一個 他就是為了省錢才用棉子油 為什麼又花那麼多錢去精煉 對 所以基本上問題都在於說 長期以來他一直在這麼搞 他沒有精煉設備 他根本就是進了這麼多的 數量這麼大的 從去年到現在1000噸以上 然後他並沒有生產出來 精煉的棉子油出去 這些棉子油的流向 我們的主管單位竟然一無所知 地方的 中央的一無所知 你不覺得很離譜嗎 好 那有些大公司 例如台唐 他有找這個大統去代工 代工是什麼意思 我難道公司的品管 不需要找人去管控 他的生產的製程嗎 他怎麼使用原料嗎 當然台唐代工的是葡萄籽油 可是我要請問你 我們國軍的副食品戰 既然有用了那麼多的 用了那麼多大統的產品 你怎麼沒有副食品的部門 主管部門 怎麼沒有人到大統去 看一看他到底有沒有在 他到底原料用什麼 所以他用這個所謂的 沒有經過精煉的棉子油的 這種過程 黑心過程 早就應該被發現了 甚至連我們的小學生 有用到大統的產品的 你難道教育部教育局 長期以來一無所知嗎 我是覺得這件事 政府主管單位責無旁貸 像我們自己當媽媽的人 其實我自己會一天三餐裡面 只有一餐 午餐 小朋友在學校 非得在學校吃的話 在學校吃 早餐我一定自己弄 晚餐我讓他可以回到家裡吃 但是我竟然躲無可躲 因為用油我還是會用得到 可是講到這個絕育的問題 這已經不是這個油的問題了 你知道這個整個的環境荷爾蒙 可是現在過度使用3C 這已經造成小孩子